來自新鎮鄉的消息 新鎮鄉共禄既家好理所 提供由社区的士材來製作新鹹菜類似 透過這些士材在社区裏面製作鹹菜 大家做出一條三夾鞭 除了解決人工的問題 也希望可以讓一些年輕人 回來做三夾的效果處理 新鎮鄉共禄既家好理所 帶領到社区的老人 在社区裏面製作新鎮菜 撒出借幸福、接幸福的類似 透過讓老人做作是掛材的過程 來解決社区老人、古董的問題 也搭著三夾鞭 希望可以起英年輕人回來告鄉 今天我們這個新鎮公樂服劇點 在我們新鎮鄉海雲村 舉辦這個借幸福、接幸福的一個 他們產品的一個發表 這個我們這個服劇點 透過我們的不管是我們的長輩 或者是輕微失能的一些長輩 我們共同來做一個 這個借菜的一個 輕製菜的一個產品加工 那就希望說透過這個東西 也讓我們這些長輩 可以發揮他過去 可能他熟悉做的事情 然後做成一個這個 借菜的一個禮盒 那也希望透過這個禮盒 能讓我們這個據點 可以永續的發展下去 那這個借菜的禮盒是透過這個 包括我們退休的老農 在我們新港當地生產的 借菜然後再做加工 那希望說這個我們社會各界 可以 踴躍來這個購買我們這個 這個借菜禮盒 剛好過年也快到了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那也可以幫助我們社區的長輩 我們今天很開心來發表 借幸福借幸福的這個活動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就在我們的幕後推手 張佑在營運長的規劃 我們來設計這個產品 然後呢 這是其實他說他是一個產品 與其說他是一個產品 他其實是一個產業鏈 因為這個我們邀請要退休的老農 回來幫我們種植 讓我們社區的長輩來幫忙 雖然社區長輩他可能有一些的 輕度的失智 或者是在亞健康的狀況之下 但是呢 他們也是把這個產品做得非常的好 我相信啊 這個他的社會意義 跟社會價值是非常大的 那再來就是最近的研究 也告訴我們說高齡農村啊 他可能表現出來的一個感覺 就是高齡化 人口流失 然後需要很多的協助 但是透過我們這一個活動啊 我們要讓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的高齡者 我們的長輩 他不管是什麼狀況 只要他有一點點能力 我們都把它發展出來 這是一個最好的活動的寫照 那我們也相信 這個是一個起點 我們希望未來有青年人可以回來 跟我們一起的工作 因為未來的 比如說後端的行銷 包裝跟設計 都需要年輕人協力 教授李亞會的標示 這次雖然是剩出產品 但是實際上是要搭著一條山藥鏈 在在高齡農村裡面 需要大量的能力 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進行歡慨 也希望可以起陰 更加多的年輕人來做後端的消息 非常感謝李亞會教授 與海營社區的夥伴 運用中規處的社區掛施 助力輔導的計畫 然後運用這個試作點 讓青年人長輩都可以來回鄉發展 一起讓新港鄉一起讓海營更好 處長郭凱迪標示 這次李亞會跟海亞村 利用中學幾歲出的 社區幾歲是很多輔導家圍 來搭著這個試作點 讓年輕人有回鄉發展的機會 細心是問你 吃新港鄉蔡宏保德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